第十章,还需要更多东西吗? 这里有一些要做的事情。 许多人可能并不满足于我说的这十个步骤。 他们把这些步骤更多地看成是一种思想而不是行动。 而我认为,理解这一思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有许多人愿意去做而不愿意思考。 也有许多人愿意思考而不愿意去做。 我却觉得自己既愿意思考也愿意去做。 我喜欢心思想,也乐于付诸行动。 因此,对于那些想去做的人来说,如何开始呢? 在此,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我是怎样做的。 以供大家参考,停下你手头的活儿。 换句话说,就是先停下来。 评估一下你正在做的事中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 神志不清就是指做同一件事情却希望有不同的结果,不要做那些无效的事情。 找一些有效的事情去做,寻找新的思想。 我经常到书店寻找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主张。 以从中获得新的投资理念,我把它们称为模式。 我买这种介绍各种模式的书籍。 这些模式是我所不曾知道的。 例如,在书店,我找到了乔尔。 莫斯科维茨的获利率达到16%的方法。 我买下了这本书,并一口气读完了它。 在接下来的星期四,我开始完全按照书上说的话一步一步地行动了。 我去律师的办公室和银行寻找房地产廉价交易的机会。 大部分人并不采取行动,或者被别人说服,而不去应用所学到的任何新的模式。 我的邻居就曾经对我说,16%收益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没有听它的。 因为它从来没有尝试过,找一个做过你想做的事情的人。 请他和你一块共进午餐,向他请教一些诀窍和一些做生意的技巧。 就拿16%的税收留置权来说吧。 我到税务办公室同一位政府雇员见面。 我发现他也在做税收留置权投资,于是立即邀请他共进午餐。 他也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一切有关这种投资的做法。 甚至吃过午饭后,他又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来向我说明全部过程。 到了第二天,我就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两笔大买卖。 从此我就能获得每年16%的利息。 我花了一天时间来读有关的书籍。 用一天来采取行动,用一个小时来吃午饭。 又用一天时间找到了两笔大买卖。 参加辅导班并购买相关磁带。 我在报纸上寻找令人感兴趣的新的辅导班广告。 有许多是免费的或只收一小笔费用。 我也参加一些费用昂贵的研讨班。 因为这些研讨班所讨论的内容正是我急于想学习的。 就是因为参加学习的这些课程,我才比较富有。 不用出去辛苦劳作。 我有许多朋友从不参加这种辅导班。 他们说我是在浪费钱财。 然而他们如今一直在干着同样的工作,提出多份报价。 如果我需要一处房地产,我会选看多处房产并给出一个一般性报价。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报价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由房地产中介机构来提出报价。 一位朋友希望我告诉他如何购买公寓房。 有个星期六,他,他的中介人和我一起去查看了六处公寓房。 其中四处不太好,另外两处较好。 我提议对所有六处都发出一份报价,价格为卖主出价的一半。 他和他的中介人非常吃惊。 认为这样做未免太粗鲁了,恐怕会冒犯这些卖主。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中介人不愿意费力工作的一个借口而已。 后来他们一个报价也没做。 而那个人仍然在寻找一笔价格恰当的交易。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价格才是恰当。 但价格,除非有另一处同样的交易作为参照。 大部分卖主的要价过高,很少有卖主的要价低于标的物实际价值的。 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多发出几分报价。 没做过卖主的人,对于试图卖出东西的感觉是不会有什么体会的。 我有一处房地产,想在数月之内卖掉它。 当时我愿意接受任何出价,不会在意价格有多低。 即使他们只出价石头猪我也会感到高兴。 报价本身并不重要。 关键是有人报价就说明有人感兴趣。 也许我会反建议以一家养猪厂作为交换。 不要感到可笑,游戏就是这样运作的。 记住,做买卖就是一场游戏,而且还很有趣。 报价提出来,就会有某个人说,同意,我还经常使用回避条款来做报价。 如在房地产交易协议上,我会加上需得到我的商业伙伴的同意。 我从不指明我的商业伙伴到底是谁。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的商业伙伴其实就是我的小猫。 如果他们接受我的报价,而我又不想成交的话,我就给家里的小猫打电话。 我讲这个荒唐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种买卖游戏简单的难以置信。 所以,我觉得许多人态度太严肃,反而把事情弄得太复杂。 寻找一桩好的生意,一家好的企业,一个合适的人,一位合适的投资者, 或任何类似的东西。 就如同约会一样,你必须到市场上去和许多人交谈, 做许多报价,还价,谈判,拒绝或者接受。 我知道有人宁可在家里坐等电话铃响, 但是,除非你是辛迪,克劳夫或汤姆,克鲁斯, 否则你最好还是到市场上去,即使只是一家超级市场也罢。 从寻找,报价,拒绝,谈判到接受,成交,几乎是人的一生中要经历的全部过程。 每月在某一地区慢跑,散步或驾车十来分钟, 我就会发现那些最好的房地产投资机会。 一年来,我常常在邻近地区慢跑,为的是发现某些变化。 一桩交易要获得盈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廉价,二是有变化。 市场上有许多廉价交易,但只有存在变化时, 才能使廉价交易变成有利可图的机会。 因此,当我慢跑的时候, 我就往有投资可能的地点附近慢跑, 通过反复观察,我就能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差异。 我会注意到悬挂了很长时间的房地产卖出招牌, 那意味着卖主急于成交。 观察到行驶中的卡车进进出出, 我会停下来和司机交谈, 我还同邮政货车司机谈话。 从这些人口中,你可以得到有关某一地区详细的令人吃惊的信息。 我找到一个很差的地区, 是那种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区。 我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时驱车经过这一区域, 以观察某些情形向好的方向变化的标志。 我和零售店主交谈, 你弄清楚他们尤其是心户牵人的原因。 这样做每月只需要花很少时间。 同时我还能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锻炼身体, 或去商店走走看看等。 至于股票, 我喜欢彼得。 林奇的《称雄华尔街》一书中介绍的选择价值有上升潜力股票的方法。 我发现寻找价值增值的方法都是相同的。 不管你的投资对象是房地产、 股票、 共同基金、 新公司、 新宠物、 新房子、 新配偶还是一家廉价出售的洗衣店。 程序往往是一致的, 你先要知道你在寻找什么, 然后再去寻找它。 为什么消费者总是穷人? 每当超市有打折销售, 如卫生用品打折时, 消费者就会涌入超市, 抢购回家住存起来。 而当股票市场上出现降价销售时, 也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股市下挫或回调时, 购买者却急于从中逃出。 当超市涨价时, 人们转而到其他商店购物。 相反, 股市上升时, 购买者却对购买股票趋之若鹜, 关注适当的地方。 一位邻居以十万美元购买了一项共同管辖权利, 我则以五万美元购买了与之相邻的同样权利。 他告诉我他正在等着价格上涨。 我对他说你的获利额在你购买时就确定了, 而不是在你售出时确定的。 他是通过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来购买的。 而这位经纪人却并未拥有属于他自己的房产。 而我是在一家银行的破产清偿不购买的。 我支付五百美元上了一个班。 这个班是专门讲如何做这种交易的。 我的邻居认为花五百美元上这样一个奖房地产投资的班未免太贵了。 他说他付不起钱, 也没有时间。 所以, 他就指望着价格会上升。 我首先寻找想买人的人, 然后才去找想卖出的人。 一位朋友想买一片地产, 他有钱, 但是没时间去找。 我发现了一处地产, 比我的朋友想要的面积要大一些。 我问朋友要不要? 他表示愿意要其中的一片。 于是我把那一片出售给他, 然后用很少的钱买下了其余土地。 我把剩下的土地保持在手上做一种收益。 这个故事的实质是, 买下馅饼并把它切成小块。 大部分人寻找的是自己能够支付的东西。 这样他们看到的都是较小的东西, 他们只购买一块馅饼, 却因此付出更多。 只盯着小生意的人是不会有大的突破的。 如果你想致富, 就要首先考虑较大的生意。 零售商喜欢提供数量折扣。 就是因为大部分商人喜欢大额购买者。 所以即使你的投资规模很小, 你也可以多考虑大生意。 当我的公司想在市场上购买电脑时, 我就通知几位朋友, 如果他们也准备买电脑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买。 接着我们到不同的零售商那里, 去磋商这笔大买卖。 因为我们一共需要那么多的电脑, 我们就可以选择最适宜的价格。 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做股票。 小规模投资人善于小规模动作。 因为他们思考的数量很小, 他们或者单干, 或者根本就不干。 温故而知心。 所有上市的大公司都是从小公司起家的。 桑德斯上校直到60多岁, 在失去了所有财产之后才致富。 比尔。 盖茨在30岁以前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研究的案例。 行动者总会击败不行动者。 以上这些只是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中的一小部分。 我将继续做下去。 最重要的话是做过和去做。 在全书里我曾多次重复说过。 在你获得财务回报以前就必须采取行动。 那么现在就行动吧。 结束于怎样用7000美元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 怎样用7000美元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呢? 在本书写作即将完成复印之际。 我愿意与读者分享最后一种思路。 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同读者分享自己对于财商的一些领悟。 在我看来, 提高财商可以用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如果没有受过财务训练, 我们往往都会选择那种标准的模式。 度过一生。 例如辛苦工作, 储蓄, 借款, 然后支付很多的税款和账单。 然而今天我们需要更好的行为模式。 对于今天许多年轻家庭面临的财政问题, 我想举最后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你怎样才能支付得起使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自己退休后舒适的生活的费用。 这个例子是用来说明怎样运用财商而不是平级辛苦工作来达到同样目标的。 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感到很担心, 因为存钱供四个孩子上大学非常艰难。 他每月用300美元投资于共同基金, 从而积累了1.2万美元。 但他需要40万美元才足以供四个孩子上完大学。 他要在12年时间里存够这笔钱。 因为他最大的孩子已经6岁了, 那一年是1991年。 凤凰城的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 人们纷纷抛售房产。 我建议我的同学拿出投资在共同基金里的一部分资金来购买一处房产。 这个主意打动了他, 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其可行性。 他担心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不会给他提供用于买入另一桩房子一的贷款。 因为他铺的摊子太大了, 我向他保证, 除了银行外, 还有为财产买卖进行融资的其他途径。 我们花了两周时间找到一处房子, 这处房子符合我们的所有要求。 因为有许多房子可供挑选, 所以购买的过程也饶有趣味。 最后, 我们找到了位于临近主要地区的一处三十两厅的房子。 房主希望在几天内折价出售, 因为他和他的全家要迁移到加利福尼亚, 那里有一份新的工作在等住他。 房主要价10.2万美元, 但我们只报价7.9万美元。 但他立即接受了。 这处房产交易是建立在所谓非限制性贷款的基础上的。 正意味着甚至一个无业游民不经银行的许可也能购买。 房主债务为7.2万美元, 因此我同学只需支付7000美元, 也就是房子售价和房主债务的差额就获得了这处房产。 一等房主从房子里迁走, 我的同学就将房子出租了出去。 出去所有支付的费用, 包括抵押贷款利息后, 他每月还有125美元的进账。 他的计划是持有这处房产12年, 并用每月125美元的收益归还贷款本金。 以尽快还清抵押贷款, 我们预计在12年里, 抵押贷款的大部分将被偿还。 当他的第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可能每月进的800美元, 如果那时候价格合适, 他还可以卖掉房子从而获得一笔价值不菲的收入。 1994年, 凤凰城的房地产市场出现转机。 他的房客在居住过一段时间后, 非常喜欢这栋房子。 于是想出价比, 6万美元将房子买下来。 他又来问我的看法。 我自然主张以1031地盐税收交易方式卖掉这处房产。 突然之间, 他拥有了大约8万美元资金来进行运作。 我给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 他旋即将这笔免税资金转移到他组建的一间有限合伙小货站公司中去了。 于是我的同学在三个月后开始每月收到略低于1000美元的投资收入。 他把这笔钱再投入到大学共同基金中去。 现在这笔基金增值得更快了。 1996年, 这间小型货站卖掉了。 他从这笔交易中收到了约为33万美元的收益。 然后, 这笔资金又被投入到另一个项目中去, 并给他带来每月3000美元的收入。 这些收入又被投入到大学共同基金中去。 他现在非常自信那笔40万美元的钱能够很轻松地筹集到。 而这一步的初始投资只有7000美元以及一点点财商。 他将能够轻松地为孩子支付所需要的教育费用。 也可以将基金的资产投入到他的公司, 来支付将来的退休生活。 由于采取了这一成功的投资战略。 他将能够提前退休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谢谢你阅读这本书。 我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有关利用金钱的力量为你工作的有益看法。 今天, 即使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我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财商。 只有工作才能创造钱的思想是在财务上不成熟的人的思想。 这并不意味住他们不聪明, 只不过是没有学到挣钱的学问。 金钱是一种思想。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钱, 只需改变你的思想。 任何一位白手起家的人总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 从小生意做起, 然后不断做大, 投资也是这样, 起初只需要投入一点钱, 最后做到很大数额。 我遇到过许多人, 他们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寻找大生意, 或者试图筹集一大笔钱来做大生意。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是于不可及的一种做法。 我见到过太多的不老链的投资者将自己大量的资本投入一项交易, 然后很快损失掉其中的大部分。 他们可能是好的职员, 却不是好的投资者。 有关金钱的教育和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早点动手, 买一本好书, 参加一些有用的研讨班, 然后付诸实践, 从小比金额做起, 逐渐做大, 我将5000美元现金变成100万美元资产, 并在每月产生5000美元现金流量花了不到6年时间。 但是我依然像孩子一样学习, 我鼓励你学习。 因为这并不困难, 事实上, 只要你走上正轨, 一切都会十分容易。 我想我已经把我的意思讲清楚了, 下面就是由你的头脑来决定你的双手该干什么的时候了, 金钱是一种思想。 有一本很棒的书叫思考致富, 而不是努力工作致富, 让金钱为你辛勤工作。 你的生活将会变得更轻松, 更幸福, 采取行动吧, 上天赐予我们每个人两样伟大的礼物, 思想和时间。 轮到你运用这两种礼物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了, 随着每一美元钞票流入你的手中, 你。 且只有你才有权决定你自己的前途, 愚蠢地用掉它, 你就选择了贫困, 把钱用在负债项目上, 你就会进入中产阶层, 投资于你的头脑, 学习如何获取资产, 财富将成为你的目标和你的未来, 选择是你做出的。 每一天, 面对每亿美元, 你都在做出自己是成为一名富人, 穷人还是中产阶级的抉择, 选择将这些知识与你的孩子分享, 你就选择了为他们适应将来的世界做准备, 要知道没有其他的人比你更合适来开启你孩子的智商, 你和你孩子的未来将由你今天做出的选择来决定, 而不是明天, 我们衷心希望你能运用上天赐予的伟大礼物来赚取大量财富, 获得更多的幸福, 罗伯特替青旗沙伦L来西特